事实上我的心情是来这里还债 去年该来没来就只有在网路上 那今年呢 所以谢牧师说 去年没来哦 欠我们一次哦 欠债就要还哦 所以今年来还债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事实上去年这个时候 11月的时候 然后没多久 到12月底的时候 12月21号 我开了一个刀 蛮大的刀 待会会讲一下 我的开刀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的情况是 肝肠寸断 因为这个十二指肠没了嘛 那胆囊也没了 然后胆管切了一段 一段切了四分之一了 所以肝肠寸断 九死一生 因为根据医学报告 我这种病胆管癌 五年之内死亡率百分之九十 平均活三年 已经过一年了 我还剩两年可以活了 如果根据统计数字的话 所以 所以待会跟你讲 我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今天要谈到这个天外有天 当我不知道你自己 我们当中很多是基督徒了 你信主的过程 你信主之前的时候是怎么样 你想过一些什么问题没有 你相信天外有天吗 什么叫天外有天呢 如果英文来讲就是 Is there any heaven beyond the sky Sky 是你看得见的这个天空 有一个heaven beyond the sky 中文都翻译成天 不过这个天跟那个天不一样 一个是sky 看得见的这个星空 一个是真正的天 我自己在信主以前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常常想这个问题 我以前住在台北的乡下 然后我从中学读书的时候 我就要每一天大概 我每天大概坐一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的 中国大陆的公交车 我们从士林的乡下 去台北 我在读台北的十大附中 所以我每一天单趟一个多小时 回家一个多小时 那尤其到晚上回家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天黑了 每天看到这个星空的时候 我都会想 真的有什么 我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人 我是生活在两个夹缝当中 所以你说我是从小是基督教家庭挡大吗 从我妈妈来讲 YES 从我爸爸来讲 NO 所以我就有很好的借口 不想去教会的时候 就说要考高考 考大学 讲到这个的时候 妈妈说 等你考上大学 去教会 结果我保送台大 一保送 高中 第一学期结束就保送了 所以还有一学期 几乎可以不必上课了 一只脚已经进台大 妈妈说 可以去教会了吧 没有借口 开始去教会 但之前我真的是在思想 真的天外有天吗 但是我也想过 如果真的天外有天 真的有一位神 我都已经算好了 我已经准备换老板了 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神 那没话讲 他是我老板了 但是问题是 我要先确认 有还是没有 那当然 一位德国的哲学者康德 他说有两件事情 让他感到心灵很震撼 一个是 当他仰望这个天空的时候 换句话说 当他仰望天空的时候 他会觉得 不可能 就这样形成的 一定有一位造物主 一位神 另外一个 当他想到 每个人的良心 他是一个 从道德观来看 相信有神的一个人 虽然 他可以说 对于这位神的认识 他是属于不可滋论 他的观念是认为 人用纯理性的思考 是不能够探讨 这个宗教问题的 对于神 神无限大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是不可滋论 但是你要问 有没有神 他说 你看看天空 想想你的良心 谁能说 没有神 所以他是有神论 只不过呢 说不清 我们中国古代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待会讲给你听 所以古往今来的 古圣仙哲 跟康德一样 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感受 那我今天用的经文 是来自于 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 那边是提到 有一位基督教里面 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师 传教者 叫做保罗 他去了希腊文化的首都 就是雅典 他去那边的时候 他看到一些现象 从那边 他开始有一篇介绍 介绍我们基督教的这位神 那么当时 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 那么大概内容是这样 他到了雅典 他在等他另外两个同伴要来 他在雅典街头逛来逛去 那保罗是一个生长在 今天土耳其 一座城叫大树城 大树城今天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在保罗那个时代 第一世纪的时候 整个地中海 有几个学术的重点 一个是雅典 我们当然知道 希腊文化的重点 另外一个是 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另外一个是大树 三大大学城之一 大树 保罗是大树城的人 所以他从小是受过很 深厚的这种希腊文化的训练 只不过他父母 也是很虔诚的犹太人 所以他就把他送去耶路撒冷 所以他从小也在耶路撒冷 长大 所以他有双元文化 非常高深的希腊文化背景 也有犹太人的文化背景 而且他的父母 把他送给一个老师 叫做加玛列 是耶稣那个时代 耶稣那个时代 最有名的一个拉比 这个拉比是什么意思 拉白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牧师 天主教的神父 叫拉白 老师的意思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拉白 叫加玛列 他是加玛列的学生 所以他自己是有希腊文化的背景 但到那个时候为止 他还没有去过希腊 没有去过雅典 因此他在雅典在逛街的时候 他就碰到了一些人 有两派的哲学家 一个叫做伊比古罗派的 一个叫做斯多亚派的 伊比古罗派 这是我们圣经的翻译 那如果你读一般的我们中文的 关于西方哲学的书呢 我们就翻译成叫做伊比纠乳派 那个字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 壁 那个和氏壁 你知道壁玉的壁 不是那个壁绿色的那个壁 是墙壁的壁的那个壁 下面是个玉 伊比纠 九头鸟 纠 乳 山东的乳 没有一个字可以简笔的 伊比纠乳 那我们翻译成伊比古罗 翻译成Epicurean 看你用什么字 Epicurean这种人呢 是一个物质主义者 也是很早期的 有一点像科学主义者 那时候还没有称之的科学 不过他们发明了一个名词 是认为所有的东西是物质构成的 是物质主义者 那物质的最小的单位叫做autumn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原子 A-T-O-M 这个字他们发明了 可是他们说物质的最基本单位是autumn 可是autumn长什么样 不知道 2000年后公元1600年 因为他们是公元前300年的人 公元1600年的时候 已经2000年后了 我们的化学终于发现了原子 然后要给它命名的时候 就发现 2000年前名字都定好了 只是没找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就autumn 原子 这是一部古罗派的 那因为他们是物质主义者 所以他们的人生观就是及时行了 死了一死百了 没了 那何不趁着活着的时候呢 好好享受人生 但另外一派的人叫做stoyapad stoic stoyapad的意思是这样 stoa stoa是柱子 如果你看过古代的 那种希腊的那些哲学家的话呢 你常常看到很多哲学家呢 就在狼柱的下面 然后这边演讲 然后学生 有的坐的 有的站的 围到他旁边 他是站在这个柱子旁边的 那个柱子是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去观光啊 考古啊 古罗马等等 你常常看到一根根柱子 你知道那个柱子是干什么的 台湾来的你就知道 台湾来才有这种房子 中国大陆是没有的 美国也没有 叫做骑楼 骑楼是什么 骑楼就是你在路 马路边 店面 他店面呢 不是在马路边 是马路还要里面 中间有个走廊 人可以走的 但是上面是有屋顶的 屋顶上可以有房子住的 下面叫骑楼 所以下面可以走啊 为什么呢 台湾的天气是这样 晴十多云 偶震雨 每一天随时可以下雨 所以我在台湾 每次听新闻气象 新闻气象太容易做了 每天报告 明天的气候是晴 十多云 偶震雨 你怎么说都对 出大太阳啊 我说嘛 晴吗 可是有时候没有云啊 多云嘛 下雨了 台湾有西北雨 早上下雨 马上出太阳 这种之类的 所以随时会下大雨 一下大雨的话 到哪里去呢 就在那个骑楼下 这不是台湾特产 希腊也是如此的 所以古罗马的建筑物 商店在路边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骑楼 所以它的柱子 上面是有房子的 然后柱子的里面 才是店面 所以中间有一个狼 很长的狼可以走了 所以很多的 这些讲学的哲学家 就在这边 那当时公益前300年 一个叫做Zeno 一个哲学家叫Zeno Z-E-N-O 他就喜欢在柱子旁边讲 所以因此 他的内派的哲学家 就叫做Stor 柱子 所以后来叫做Stoic Stoia派是这样来的 那不是只有这个Zeno 他喜欢这样 苏格拉底也是这样 柏拉图 他们都是这样子 都是在柱子边 所以今天剩下的断圆残壁 就剩下一根一根的柱子 柱子上面的平顶 上面东西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根一根柱子 你不要以为 那个柱子在干啥呢 那个柱子不是殿堂的里面 是马路边 通常是商业大道的 那因此斯多亚派 是一个道德主义者 非常要求人 要严谨地自律 自治 但是他们也是这样 对于神的观念 是一个不可知论的 那么伊比古罗派 是物质主义者 他们不是无神论 当时没有无神论的 无神论是要命的 什么意思 你知道苏格拉底怎么死的 苏格拉底是被迫自杀的 大陆说法叫做被自杀的 怎么被迫自杀 就是控告他是无神论 所以无神论就要命的 苏格拉底是无神论吗 他只是不相信各种什么神谕 你知道吧 神秘的说 神的启示先知 不相信这个的等等 所以他们定他罪 就是说他是无神论 就强迫他吃毒药自杀 他就自杀了 所以当时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 但很多的人是 对于这个神的问题 不知可否 或者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所以呢 伊比古罗派也是不可知论者 斯多亚派也是如此 一个道德很严谨 一个道德很放纵 如此而已 有趣的是 在我们当中 在中国 今天最流行的思想 一个就是科学主义 什么都讲科学 另外一个 我们中国有传统的 儒家的思想 传统儒家思想 就非常接近斯多亚派的 几乎是双胞胎 如果你仔细研究 斯多亚派 哲学家说什么 你都可以在儒家的 这个言论里面 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 那另外今天 中国很流行 就是讲科学 讲理性的 那这个就很接近 这伊比古罗派的 所以我用这段圣经 来跟我们中国背景的 中国文化背景的 不管是港台 中国大陆都一样 我们基本上 这两种人的思想 大概是我们当中 最普遍 这跟两千年前的 雅典人很像 不单如此 我们跟雅典人很像的是 宗教观也很像 待会儿会跟他再详细讲 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他在街头碰到很多哲学家 在辩论的时候 有的哲学家就很有兴趣 就说来来来 这样子我们安排一个 正式的一个演讲会 就请他到雅典的一个房子 他们叫做 那个伊比古罗 伊比古罗 雅典巴古 不是伊比古罗 雅典巴古 他已经变成一个会议厅 所以在正式的开场白是说 保罗就站在这个 雅典巴古的会议厅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逛街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发现有一座坛 上面写着 献给未事之神 让我现在向你们介绍 这位你们所不认识 而敬拜的神 他开场白是这样 这个雅典巴古 是阿里奥巴古斯 阿里奥 是一个神的名字 那如果翻成英文 就是火星的那个字 Mars Mars 这个字呢 是拉丁文 或者说 罗马人用的拉丁文的战神 叫Mars 可是希腊的人 叫阿里奥 就同一个神 你知道 罗马军事上 征服了希腊 可是文化上是 希腊征服了罗马 所以他们的宗教也是一样 宗教 在希腊有亚波罗 然后在罗马的这边 他有另外一个 神的名 就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 诸如此类的 所以因此在希腊叫做阿里奥斯 那么在罗马 叫Mars 我们今天用火星的那个字 巴古斯 这个希腊文呢 等于今天英文叫 Hill 山丘 不是山脉 不是Mountain 是Hill 所以阿里奥巴古斯 所以有的英文就把他翻译成 Mars Hill 不是火星山 而是一个战神的一个山丘 意思就是说 在古代的时候 曾经在那个山丘上 有一座神庙 就是阿里奥斯 这个神的神庙 只是到了保罗的那个时代 那个神庙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宗教也已经没有了 这个神明没有人拜了 相反的成为一个 他们的公众演讲厅 一些情况 他们就报到那边 请一些人来这边讲讲东西 那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 今天的希腊去观光旅游的话呢 你会注意到 今天的希腊的最高法院 就叫做阿里奥巴古斯 亚里奥巴古斯 他们的最高法院的名字 叫阿里奥巴古斯 就这个名字 那因此保罗被邀请到 那边正式的对那些 两派的哲学家 或者当地的雅典人当中的民众 发表演讲 他首先就提到说 我发现你们雅典人 很敬畏鬼神 很有趣的是 我们中国人也很敬畏鬼神的 信不信由你 虽然中国大陆 叫做无神论的国家 我告诉你 共产党人是不会信孔子的 虽然办孔子学院 没有一个人信孔子的 为什么 孔子要温良公俭让 在中国大陆 你要找一个人 温良公俭让 我告诉你 比熊猫还少 所以理论上是 推广孔子学院 没有一个人 接受儒家思想的 相反的 我告诉你 信风水的 很多 信不信 人民银行 全中国的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 能不能印象那个大楼 正当中是什么 圆圆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懂风水的知道 叫聚宝盆 这是共产党 无神论的国家 最高的 最大的银行 搞个聚宝盆 信不信由你 中国人凡事很敬畏鬼神 每个大楼 我告诉你 都看过风水的 当然 从某个角度来讲 风水跟环保 有点关系的 我即使不学风水 我也大概怎么看风水 如此类 所以中国人也是 凡事很敬畏鬼神 这点我们跟希腊人 也很像 然后保罗说 我逛街的时候 看到你们拜很多神 对不对 多神 有一个神坛上面写的是 献给卫士之神 拜一个不认识的神 不认识还拜 是的 中国人会不会拜 不认识的神 对 我们中国人相信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碰到事的时候 你不信也得信 对不对 不倒霉吗 他们用逻辑的算法 告诉你 如果你不相信有神 我告诉你 两种可能性 一个有神 一个没有神 如果没有神 好 你什么都不信 教堂也不去 什么教都不信 只信睡觉 你赚了什么 你没赚什么 你亏了什么 也没亏 假如有神 你不信 那你死定了 你亏大了 那如果没有神 我信了 你亏了什么 哎呀 什么教堂要奉献呢 香火钱也捐了一点 还有花时间去教会 花时间去庙里拜 对不对 搞了半天 没有 哎 你那个钱不拿去捐 也花掉了 对不对 那你不去 什么各种宗教区一去 那也是一样 就浪费掉了 所以人家说 怎么算 你就得相信有神 只赚不赔 用这种人 劝人家信任何宗教呢 这个这个 我不知道 有没有说服力 但有些人 算一算 那也是 那好歹就信他一个 或者多信几个也可以 当时的希腊人是这样 今天很多人的心里 也是这样 对宗教的态度 就是说 对一个不认识的神 但我可能还是 有一种敬畏的心 那宝头用这样开始了 好 别的我就不跟你谈了 什么雅典娜女神 什么维纳斯 什么宗师神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我就不跟你辩论 不跟你讨论 就是这个神 你在拜 不知道他是谁 你不知道的 我知道 于是我跟你介绍 你不知道而我知道的 这位神 所以他是开场白 是这样开始的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 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 开始 那你知道 这个中国人 我们一向对于神 有什么态度呢 商朝以前 我们的文献 有一本书叫上书 和尚的上书 那个是孔子那个时代 他所编辑的 可是收集的内容 是夏 商周 三个朝代的那种 基本上是官方的文告 但是是孔子时代编的 但不是孔子写的 他是编辑 所以有人说 孔子是述而不作 他不创作的 述是叙述或者记载 包括春秋这个历史 他也是述而不作的 那么因此我们的文献里面发现 就是商朝以前 这个至高的神 也是创造天地的神 叫做上帝 周朝以后 就开始用天 跟上帝并用 在最早的西周 是一半用上帝 一半用天 到了孔子的时代 是东周 是周朝末期的时候 大部分用天 偶尔会用上帝 曾经有人研究 这个上帝这个字 是怎么来的 典故 那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的是说 其实我们发现 古今中外 很多不同的民族 最早称这位最高神的名字 都有个D的音 譬如说 希腊文 这个神明 叫Deity D-E-I-T-Y Deity 或者Divine 不管哪个字 都有个D字的 拉丁文是Dios D-E-U-S 那因跟拉丁文有关的 无论是法文 无论是英文 都是一个D开始 然后呢 印度文的神 叫Devo D-E-V-O 波斯文 Deva 你就发现 不管后面是什么 前面一定是D开始的 所以我们的上帝 大部分的书 是用D 不加上 偶尔加上 所以出现如果十次 大概有七八次 只用一个字 就送D 偶尔一两次 会加个上 表示 是至高神的 这个D 所以这个D 他们是指的是有位格的 有位格意思是说 有感情 有意志 有计划的 是个创造天地的神 那周朝就换用 比较多一点 用天这个字 所以在孔子 孟子 都是用天这个字 那老子 庄子 是用道这个字 但意思是一样 都是一个有位格的 称之为天地之母 有一个共通的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 如果从我们基督教的观念来讲 很简单 洪水之后 就是剩一家人 那就是挪亚 那挪亚三个儿子 散寒亚佛 那基本上 虽然不是exactly 是这样 不过基本上 寒这个字的西伯来语 是黑的意思 所以通常我们只是非洲民族 然后散这个民族呢 是从差不多今天的巴勒斯坦 土耳其 往东的部分 所以散的后裔 包括以色列人 包括阿拉伯人 但也包括中国人 我们是属于散的后代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散寒亚佛 亚佛的话 是主要是欧洲一带的 那因为我们戏徒同源 那挪亚 当然是认识神的了 那三个儿子呢 当然也认识神了 所以这些民族 把他们的观念 文化东西带走的时候 留下有几个基本的字 几乎全世界是一样的 譬如说全世界的叫爸爸 都是爸爸 没有例外的 你说是因为小孩子 发音容易 都是爸爸的声音 妈妈 所以全世界都是妈妈 这一位神都是用地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很容易解释 为什么波斯人 为什么印度人 为什么欧洲的各个民族 包括我们中国都用地 从这个来讲你可以了解 其实我们戏徒同源 而且我们对这个神 都有一定的一个认识 只不过随着时间 历史的发展等等 所以越来越对这位神 整个的他的性情 他的整个人 对于人的计划 这些东西慢慢慢慢流失了 只留下一个名字 这就是一个原因 那所以孟子也提到这个天 那孟子的天 我就说很明显是有位格的 就是说孟子最有名的一句话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劳其金骨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心腹乱其走 神看上你了 就会劳你金骨 你老婆心情不好 就恶你体肤 不烧饭了 行腹乱其走 所以弟兄们结婚的话 我现在连心的弟兄 结婚的话想清楚 结了婚的意思 就是有一个人劳你金骨 苦你心智 行腹乱其走 你想干啥 No 这一下弟兄都不敢结婚了 那就更麻烦了 那就留下一堆的 嫁不出去的大龄圣女 都是被吓到了 不过 我相信 苏格拉底说 只有结过婚的人 才有潜力做哲学家 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说 孟子当然是伟大的哲学家 他当然有结过婚 只不过他老婆长什么样 没记载 实际上 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说 孟子的老婆怎么样 孔子老婆怎么样 但孔子肯定有老婆 不然孔家这么多人 没老婆怎么生出来的 那孟子呢 孟家的人好像 不是太多 但还是有啊 但至少从他那句话来讲 我相信 孟子是有老婆的 不然不会说出那么经典的话 天将将大任于你也 天将将大任于孟子 就必定要 劳他精骨 苦他心智 饿他体肤 之类的 所以他的天 可不是只是一个天理 是个自然运行规则 如果是的话 他哪有什么旨意 要做这个做那个 对 他没有喜欢不喜欢 有没有这个意志没有那个意志 但在孟子 在孔子 他们都有这个认识 他是有旨意的 那当然到了后来 才慢慢改变 汉朝以后的 那等一下我再讲 那所以基本上 我们古圣先贤 从儒家道家 对于这个都有一定的了解 那道家 称为道家的意思是说 他们不用天也不用地 比较多用道这个字 但是不是没有用地 事实上庄子的书里面 就提到这个地 他用地来代表创造天地的 那 但是 他们对这个有感悟 就是说 有一位天地之母 只不过说不清楚 所以老子的话是说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呼吸谎吸其中有像 谎吸呼吸其中有物 谎呼的意思就是模模糊糊 为什么 它是无限大的一个东西 我们有限的人 无论去看去描绘的时候 就掌握不住 恍恍惚惚 模模糊糊 但老子坚持 虽然 为谎为乎 看起来模模糊糊 确定的是有像 有物 有一个reality 一个真的存在了 不是说模模糊糊 看错了 或者不存在 不 它确定的存在 只不过 无法捉摸 我今年结婚五十年了 我也觉得 女人跟道一样 难以捉摸 如果你还不懂这一点 表示你的婚姻生活 还早的呢 结婚五十年以后 我对我老婆 还是摸不透 测不透 这是婚姻的乐趣之一 都搞清楚 还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好玩的 所以如果连女人 都会为谎为乎 那道更别讲了 所以我才说 没有结过婚 你要做什么哲学家 这种道 你懂吗 所以我常常骗那些 读神学院的 年轻的 还在单身 还在读神学院 我说记得 当牧师之前先结婚 你没结婚 不能做哲学家 不能做神学家 更不能当牧师 为什么要结婚 才能够做哲学家呢 我年轻的时候 连女朋友都没有的时候 有点不太服气 现在结婚五十年了 我深有体会 没结过婚 你就不知人间疾苦 人生很多东西 你结过婚以后 你立刻能够了解 包括老子在说 道之为乎 为谎为乎的时候 我想到女人的时候 我就发现 老子的话 还是有点道理的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 相信有道 相信有天 可是是卫师之神 孔子的说法是 天和言斋 天不讲话的 那你说 天不讲话 所以没有天吗 有 他的弟子说 天不讲话 那有天吗 有啊 适时行焉 就是春夏秋冬 在运转 百物生焉 到春天 都长出来了 从这来看 当然有天 只是他不讲话 哲学家叫他 叫做默现天 默默的 显现的天 我们中国人观点 天是不讲话的天 姐妹 你结婚就知道 丈夫跟天差不多 天加一点 就是 天那个 这个加一点 不是夫吗 夫和言斋 丈夫都不讲话的 电电 台湾话叫电电 根据新的学家说 当丈夫不太讲话的时候 做太太的 要小心一点 他哪一天 忽然间 自我了断的时候 男人自杀 从来不写遗书 也都不事先警告的 女人跟男人的不同 就在于 女人没有自杀前 会糟糕天下 然后又不死 就男女的有别的罪 女人会 不要活了 不要活了 活了没意思 老公不解风情 儿子不听话 去死了 然后现在又有违信 糟糕天下 第二天又上班 男人自杀 我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 事先毫无迹象 死后不留遗书 就死得不明不白的 那就是男人 而且全世界 两百多个国家 都统计过了 全世界男人自杀 都是比女人 多一倍以上 可是每天叫的 要去死的 都是女人 男女有别 女人只会 嚷嚷要去死 就不会死 男人闷不吭声 就去死 所以心理学家建议 男人向女人们学习 心情不好 去海边 去哪里 去山上 你不好意思 到山上 没有人 对他大声吼 不要吼啦 不要吼 你吼三次 你就快快乐乐 又活三年 不要把自己憋死 男人是憋死的 所以当你的丈夫 不讲话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所以我想天何元灾 夫何元灾 男人常常不讲话的 那你说 我丈夫讲很多话 他讲什么 他只讲习近平 讲拜登 他从来不讲 自己的心情的 我告诉你 你去问我老婆 问我师母 我从来不讲 我心里在干什么 在想什么的 但你要问起习近平 你要问起 以色列巴勒斯坦战车 我可以讲个三天三夜 那不是外相 我真正的里面 不太讲的 所以我老婆知道 我是超级内向的人 很多人不相信 我是内向的 其实男人十个有九个 是内向的 所以姐妹们 搞清楚 男人大部分都是内向的 不是只有你老公是内向的 你要找个外向的男人 不多 而且你找到的那个 都是假的外向 他只讲身外之事 讲自己的事 很少 男人的特别 女人呢 威拱世界不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女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神造的就有男有女 所以中国古人 也是拜一个卫士之神 孔子 他说他不讲话 但是呢 他敬畏天 他自称 他知天命 天给他什么 他知道 诸子 他常常讲到天的 可是他也承认天不讲话 他也摸不到 一样 卫士之天 然后中国人宗教官 我刚说敬畏鬼神 我们都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因为怕说 如果你当作没有 而结果真的有呢 会亏大了 中国人是很现实的 所以 反正 顶多嘛 花一点钱 顶多嘛 花一点时间 可是你信他没有 真的有的话 那你亏大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 很多人的宗教官 是属于这个 不管你信什么 中国人是有 跟希腊人 类似这样的观念 那因此 保罗开始介绍 希腊人 所不认识的神的时候 他怎么介绍 就值得我们去思想 那我今天也用 这样的方式来 跟他所说的 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 他提到一个观念 这个神是一个 创造的神 他说这一位神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 他是属于创造的神 既然是天地的主宰 他就不住在 人手所造的殿余 也不需要人的供奉 好像他缺少什么 相反的 他把生命 欺息和一切赐给万人 就是他是创造者 他是生命的主宰 他是一切东西的赐予的人 因此 我们今天很多的宗教 好像在贡献什么 献祭啊 献什么东西的时候 好像他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保罗说 如果有位神 是创造天地的神 他是一切是他所造的 他也一无所缺 他根本就不需要 你去供奉他 你不需要去 拿什么东西给他 因为他不缺少 相反呢 他把一切都赐给了人 那这一点对于 每一个人来讲 这一点是值得 我们在世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 宇宙是很复杂 今天很多天文物理学家 越来越觉得 这一切是有一个 很精密的叫微调 譬如说重力加速度 9.81多少 那个呢 如果你差万分之一的话 整个宇宙会崩溃的 所以他就 exactly就是这个 所以 爱因斯坦有一句 很有名的话 上帝不跟人只骰子 只骰子是一个霍兰绿 一骰 三五啊什么的 对吧 霍兰绿 这个世界不是用霍兰绿 造出来的 是有极为精密的设计的 他意思在这里 所以越是天文物理学家 了解到整个天文物理 中间的物理的一些现象的时候 他们越来越觉得 不太可能碰撞出来的 或者说慢慢慢慢的 自动就弄出这个来了 不可能是这样 那所以宇宙间有神 就变成古今中外 不但是中国外国 古代一直到今天的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天外有天 那老子庄子称这个道 叫做天地之母 天地的来源 然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称之为第一阴 第一阴的意思是 每个东西都有阴果 好像这个遥控器 遥控器 你说是哪家做的 应该是Lottex 生产它的公司 就是阴 这是果 它产品 那那个公司呢 譬如说一个总工程师 设计者 那设计者 是那个公司的 譬如说创办人 投资者 这是因才有那个公司 才有这个产品 然后那一个总工程师 可能是MIT毕业的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 所以MIT是 那一个设计师的因 塑造出这个科学家来 真的 所以他说 每个东西都有因果的 只不过 你不可以无限制地推 推到一个程度 叫第一个因 第一个因 是所有今天万物的总起源 这就是上帝 这是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 所说的 有一个第一个因 所以诸如此类 无论东 无论西 他们都有一个共识 是整个世界 应该有一个来源 应该有一个来源 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说 它就是自由拥有的 本来就是这样 不见得 尤其我待会会提到 那个大爆炸理论 出现以后 就完全打破 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 很自然的 本来就是一直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将来永远是这样 不再是这样的看法了 所以这个来讲 其实也符合圣经上 介绍这位神的一个概念 同样是这位保罗 他在一封书信 在罗马书上所说的 他说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在他们心里面 原来是明显的 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 就是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都是看得见的 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 可以领悟 叫人无可退位 这是我自己的翻译 装饰义本 所以跟你手上的和和 和和本或别的义本 不太一样 不过意思是差不多的 只是更清楚地表达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 表示说在有限的人 对无限的神 所创造的万物 或者他所有的真理 我们只知道一部分 所以我们只有所能知道 有一些是超越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能知道的事情 其实在人的心里面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就在古今中外 都认为有宇宙有起源 有神 这个概念就在这里 已经显明了 那怎么显明的呢 但是神是看不见的事情 但是看得见 这两句话本身有 自相矛盾 其实不矛盾 就是说你要用眼睛 你用科学仪器去测量 去看看不见 可是你用你的理性 去思考的话呢 你看得见 我们这个叫做 一般哲学上叫做超验性的 超越经验的 叫超验的 就是说 这事情怎么是这样子呢 即使你没有看到过程 你也知道一定有 好像有人这样说 你海边捡到一个手表 你会不会这样说 太奇妙了 经过几千万年的冲刷 这些金啊银啊铜啊铁啊 就冲出一个手表来了 你会吗 不会吧 对不对 用膝盖想都知道 不可能嘛 这叫领悟 你没有看见钟表工厂 你没有看见钟程师 你都没有看见整个的过程 但你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 人做的 一定有人做 我只不知道谁做了 在哪里做了 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有人做的 这叫做 虽然你看不见过程 看不见这个那个 但是你看得见 这个东西证明 它是有人造的 这一切宇宙的万物 虽然你看不见 但是领悟 所以中国古代的人 都很相信这种超验性的经验 有一些叫做不证致名的 不必证明 你都知道确实是如此 然后人同此心 心同之力 我们都同意 像这种 关于神的存在的事情 是无可推诿的 意思是在这里 意思是在这里 那所以 今天从18世纪的 所谓启蒙运动 过分于相信 这个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用 人的理性的时候 就把理性主义 更局限到经验主义 经验就是 我一定要看到摸到的 看到摸到才算 所以他们说 理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工具 如果照邓小平的说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工具 那都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假定你坐一架小飞机 巴西旅游 然后那个小飞机 蹦掉下来了 然后被当地的 那些印第安的人围住了 然后你赶快拿起 你的手机求救 救命 救命 那真的打一半 土人来了 拿把枪 等一下 我讲话 打电话 然后你用 Facetime 然后那个听看 有 有个人的脸 他跟你讲话 这人在哪里 躲在这个后面 你看 不不不 有 微波 有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 我告诉你 那个无线电波 对那个印第安人来讲 他不能了解 他知道云南米县 无线电 什么叫无线电 对那个人来讲 他经验中 没有无线电 那请问 你秀才遇到兵 你怎么讲 你明明知道你是对的 手机是对的 无线电 什么什么都对 但对他而言 他经验中 不存在这个东西 那请问 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还是没这个东西 那我们当然知道 哎呀 是他科学 他落伍了 他不知道 其实真的有 那我今天跟你讲 神的事情 你说没有 是我对 还是你对 我经验过 你没经验过 所以理论上来讲 一般情况下 我经验过的 你没经验过 我说有 你说没有 那我告诉你 我对的可能性 比你对的可能性 大很多 你就是 亚马申河的 印第安土人 你说我没有啊 为什么你有 我都没有 我以前要辩论 想半天 现在我不必 我只要保持风度 面带微笑 你是正常的 跟死人差不多 你不知道嘛 没感觉嘛 但我感觉过 我经验过 所以当你用 你的理性变成 经验主义的时候 其实是把你的 整个的知识的范围 缩小 所以这是为什么 二十世纪后半 开始出现一种 新的思想 叫做后现代 现代的就是理性主义 什么都要看得见摸得早 现在后现代的人 不是用看得见摸得早 跟着感觉走的 甚至他们可以接受 很多鲜艳性的东西 所以他们甚至可以追求 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 他们可以去西藏 喇嘛庙 什么秘宗 然后去什么 印度教的那种新纪元 他们可以热衷这个 然后老外懂不懂也不知道 他们喜欢这个 后现代的人 他们喜欢探索神秘经验 为什么 他不再相信 看得见了摸得早的 才是一切真理的来源 事实上也是如此 我们的古人也是这样 古人也绝不认为 用眼睛看 用手摸的 那当然 巴拉图 这些希腊哲学家 可以用逻辑理性推理 但他不一定要看到 他是用推理的 或者我们中国古人 比较喜欢用 这种直觉性的 超验性的经验 等等 不管是什么 都绝对不是用感官经验的 但是这段圣经就告诉你 有很多东西是神的事情 你看不见 但是你用领悟的话 你会清清楚楚地看见 所以关于神的存在 其实圣经上 已经有很多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近代呢 有一个英国的哲学家 这个人叫做 Flu Anthony Flu 他本来是一个 无神论的哲学家 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 因为2010年过世的 他2004年就过世前六年 他忽然间宣布 他变成有神论者 不过不要误会 有神论者不等于基督徒 他只是相信有神 他姓是哪一个神 这个我没有查出来 所以我不能说 他是基督徒 他只是相信 有神 不再是无神论 你要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一生是遵从 柏拉图 斯科拉底的原则 就是听从证据 证据指向哪里 我就信什么 然后他说 现在他改为 有神论的是因为 一个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一个是宇宙精密调节理论 第三个是基因生物学 这三个使他改变 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 宇宙大爆炸的意思是说 一些天文物理学家 大多数人 虽然还有部分的人不同意 大部分人是认为 宇宙最初开始的时候 在一个很早的以前 整个宇宙像一个蛋这么大 叫cosmic egg cosmic是宇宙 像蛋这么大 当然你别问我蛋多大 这一问就是 表示你不懂 那时候没有长度 没有重量 没有时间 所以你一问 就知道你懂不懂 如果你一问错了 大概就不及格了 你说那爆炸以前干什么 爆炸才开始有时间的 爆炸以前什么意思 爆炸没有以前 那是永恒 那多大呀 空间是爆炸以后 才有空间 才有长度的 你不要问多大 那多重啊 重量也是爆炸以后 才有重量的 所以现在所有的 时 空 重量 长度 都是爆炸之后产生的 然后就炸出 今天的几百亿光年的宇宙 表示时间有个起点 一个特别的起点 那为什么爆炸 别问 不知道 然后爆炸以后会怎么样 那当然如果跟物理学的算法 有些人认为算算算算 这个爆炸的宇宙 最后有一天 能量的问题 最后又回去变成一个弹 又回去变成一个弹 然后又来了 以后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重量了 所以没有以后永恒 爆炸前永恒 爆炸后永恒 只有现在有时间 有空间 有空间 有重量 这什么 我告诉你 只要你学物理的 95%都信这个 你敢不信吗 安心都信 你物理会比它好吗 不会 所以别人都信 你也只好信 只是不懂 我们所信的很多 你都不懂 但是大家都信 那我也信 就这样而已 那基因遗传学 什么意思 宇宙精密调节 我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宇宙里面 很多的定律 很多的定数 都是一点点 差异都不行的 叫做精密调节论 表示说 显然表示有一个 精密的设计 基因遗传生物学 就是说 我们人体的DNA 所有的东西 这个密码 是在你出生之后就有的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理论上 你长多高怎么样 我以前不懂 这个基因生物学 所以都傻乎乎的 因为我个子矮 我妈妈就拿那个竹片 叫我踩竹片 我可以长高 我踩了半天 没长高 现在我知道DNA 踩什么竹片 别踩了 DNA就注定 你身高多少 结果呢 结果我找老婆的时候 我只跟神要一件事情 不能说要 我跟神说 神啊 你什么都可以 OK 我只是 因为那时候 我大学四年级 要交女朋友 还没有女朋友 然后想说快毕业了 神啊 我的失落的肋骨 到哪里去了 根据创世纪 亚当的肋骨 变成一个夏娃 我要知道 我的肋骨掉到哪去了 等等 然后求神打开我的眼睛 因为我那时候 刚刚信主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刚信主的时候 热火朝天 你会发出一个 你都不知道 你在祷告什么 就祷告 我就祷告说 上帝 你要给我预备一个 好的老婆 跟我同行天路 作为天涯侠侣 在她见到我以前 把她的眼睛遮蔽起来 直到她看到我 当然也顺便 把我眼睛遮起来 直到我看到她 上帝立刻垂听 然后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没有女朋友 因为眼中都遮起来了 是有很多姐妹 但是从来没有动感情 到了大学四年级 快毕业剩两个月的时候 忽然间想过来 还两个月就要毕业了 还没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将来就没老婆了 没老婆 我要独生 主啊 我不是独生的料子 我是公子的门徒 孔子叫我们离开厨房 君子愿逃出 我立刻接受 离开厨房 不烧饭 连碗都不洗了 结婚以后才悔改的 我独生怎么办 我就祷告说 上帝请你高抬贵手 可以把手挪开了吗 以前我都叫你遮住我的眼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你可以拿开你的手 我要好好看看我的肋骨到哪里去了 一看下来不得了 我在台大 台湾大学 我们团企那时候很兴旺 两百多个人 两百多个人 姐妹当然超过一百个 眼花缭乱 然后我还有教会 大专团企 是各大学的 七八十个人 姐妹至少五十个 我有超过一百五十个候选人 主啊 我只要问哪一个 一百五十个 我都懵掉了 后来我说 上帝这样好吧 身高超过一百五十八公分的都不考虑 不敢高攀 一切 切了一半 切了一半还剩七八十个 结果最后 今天晚上不讲了 最后找到了 我只告诉结果 最后找到老婆是一百五十八公分的 我两个女儿身高一百五十八公分 有一次我们四个人站起来 Exactly一样的 DNA 两个一五八生出来 会长出一个像姚明亮两百公分的 那不会 所以两个一五八生出两个一五八 所以我们全家四个都一五八 所以我非常相信DNA 基因生物学 所以我告诉你 将来有一天 达尔文进化论会遭到最大的挑战 不是基督徒拿圣经跟他挑战 是用基因生物学 因为根据基因生物学 一切都是遗传的 进化论是用外在环境 后天环境的影响造成进化的 可是根据基因生物学 一切的东西 百分之九十九遗传的 影响的环境的这一点点 而且那一点点不会构成进化 是新冠肺炎现在有什么 Alpha Beta Gamma Delta 当然我们现在是有Omicron 其实本来Omicron不叫Omicron 它叫C 你就用希腊文字母 Alpha Beta Gamma Delta 一直念一直念 念下来 下一个是C 结果世界卫生组织不敢用这个字 这是习近平 所以跳过去 所以跳过这个希腊文 就跑到Omicron去了 Omicron前面就是C 所以我们现在 新冠肺炎一大堆 是习近平 是那个C 现在说Omicron 好 你说Omicron 还有一二三四五 好几个等级的 不是进化吗 怎么变 还是新冠肺炎 对不对 它有变成Omicron吗 它有变成 不同细胞的东西吗 不同的物种吗 没有啊 它还是新冠肺炎病毒 我们叫做微进化 Micro Evolution 低等变高等 叫Macro 根据基因生物学 我告诉你 这个Macro 跨越总的 跨越总的 这种进化 是Impossible 当然 我年纪也大了 我不一定看得到 进化论 达尔文 垮台 各位年轻的 你可以走着瞧 再过三十年 你看看那时候的进化论 又是什么进化论 正如你今天看到 中国的社会主义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将来会有什么特色的进化论 但可能达尔文已经不在了 所以 Flu是因为基因生物学 我相信他从为有神论者 我相信进化论是一个 曾经是他的一个拦阻 但是为什么会改变 因为基因生物学 整个对进化论 传统进化论的那种观点 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当然他不学生物 不学生物 但不必学生物你也知道 如果根据基因生物学 一切都是遗传的话 那所有后天造成的 什么低等变高等 这一切的说法 都是不可能存在 那当然如果根据基因生物学 你可以变性吗 不可能 不可能变性 为什么 男人跟女人不同的 男人他的染色体 一个X 一个Y 女人是YY XYY 反正不一样 你怎么变 我把乳房切掉也好 或者加上去也好 你怎么变 你的染色体基因是没有变的 你怎么男人变女人 怎么女人变男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外形你可以变 你用荷尔蒙 你用任何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声音 你可以改变你身体的某些形状等等 但是你不能改变DNA 不能改变你的染色体 所以是不可能变性的 剩下是心理问题 心理上你觉得 我觉得我是男人 那是心理的问题 那不是生理上这些东西 所以当我今天也不是要谈这个问题 我只是说 为什么让Flu 会从多年的无神论者 会变成有神论 因为一些科学的发展 把以前对他来讲 相信有神的一个拦阻拿掉了 相反的 越来越倾向于这个宇宙 就跟古圣先贤一样 有一个起源 有个设计师 他变成有神论者 至于他是不是相信 这位创造的神 就是基督教所说的这位神呢 这要打个问号 我没有进一步的追踪 知道Flu 他的宗教 后来宗教信仰变成怎么样 那 接下来呢 关于创造的神 还有一点在说明 就是说 多神论者 很多是 大部分的宗教是多神论 虽然敬拜很多神 但是没有一位神 叫做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为什么 在宗教学来讲 我们研究世界有成千上万的 不同的宗教 但是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只要是多神论的 他就绝对不会有一位 至高无上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因为在逻辑上 两个不能并存 假如有一位神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那本来多神论 很多神 这个管风 不管雨 这个管结婚 不管生孩子的 这些很多的神呢 有一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以后 所有这些小小的神 大路说法 叫做下岗了 没活干的 因为你的工作 都别人做完了嘛 我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大一信基督教的 我大一成为基督徒 我同伴同学 有一个大一成为 一个佛教徒 那么很多年以后 他还在台大 帮我办一个 叫他去找一个法师来 跟我叫做宗教对话 这是好听的说法 不好听的说法 是打雷台的 一个在宾州 那个Temple大学 一个宗教博士的 一个和尚 法师嘛 跟我 他说我是神学博士 我跟他对话 那一位同学 我那个 办这个讲座的 那个同学 大一的时候 他参加佛学社 后来他这次 他在跟我讲 我才知道 原来他原来是 民间宗教 那个一贯道的 一贯道的 后来 参加佛学 那我们就常常 有时候聊天 谈起宗教嘛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用台湾话来 就是好东西啊 彼此通风报信嘛 对不对 时间有限 我不能每个都去啊 我就跟他说 基督教有好的布道会 请你来 有好的书 我借给你 你佛教有什么书 你就借给我看 有哪个佛师 佛教的法师 你觉得讲得不错 我就去 结果 我们大学四年 他从来没有叫我去听过 任何一篇演讲 表示他大概觉得 这些法师讲得不怎么样 布道会 我请他来过好几次 但是我第一本 关于佛教的书 是他给我的 没错 他有一天在聊天的时候 他说 我觉得还是我们佛教比较好 为什么 我们佛教 比较 比较民主 对不对 很多神啊 管风不管雨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太独裁了 一个神通报了 当然了 我现在想起来 我那时候对佛教一无所知 都是他给我的 不然我根本佛教一无所知 都他讲什么算什么 我现在知道 他当时的佛教的概念 完全错了 那是民间宗教 不是佛教 佛教是无神论 什么好多神 猪八戒也是神 苏文空也是神 这哪是佛教 是民间宗教 雷公殿母 那也不是佛教 但是我当时 他这样乱讲 我就乱打 我说 那就是表示 你们的神不够厉害 管风的管不了雨 管结婚的 不能管生小孩 我们的耶和华神 通报 你看创世纪 对不对 亚伯拉人给以撒找老婆 上帝就给他 背了一个老婆 立百家 又漂亮 又年轻 对不对 后来立百家 结婚了二十年 生不是一个仔 生不出来 他说以撒怎么办 祷告啊 就要一个 给两个 双胞胎 雅各跟以撒得生出来了 所以 耶和华 包结婚 包生孩子 他包生两个 我说 那你宋子娘干什么 不需要了 与下老人 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的神厉害 你们神不够厉害 管不了那个 我是跟他这样辩论 那我说 其实回想起来 他乱讲 我也乱答 其实 所有的国家的文化当中 他们的宗教 只要是多神的 就不能够有一个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那基督教是独一真神 就是因为他是创造 独一真神跟创造 这个观念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 那如果他是创造的神 他又是 自有永有 就是他自己是永恒存在的 自己自主 不需要别人供应他的 那么所以他是生命的 供应者 维护者 而不是 需要我们来供养他的 不是这样子 所以 他是神 是一位天地的 创造天地的 创造的神 也是天地的主宰 这点是一个 对我们的信仰 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这种的重要性 就在于我们人生观 所以我说 我还没有信基督教之前 当我在思考天外有天的时候 我心里已经做了个决定 如果有一位神 真的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我说我没有画家 他当老板 生命他造的 我这个生命当中 有什么东西 是他建议的 电脑里面有建议很多东西 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 设计师是知道 那个公司知道的 那所以两种人生观 就好像我们做太阳系 我们现在都知道 左边是对的 太阳是中心 那个黄色的 蓝色的是地球 还有其他的行星 这是一个规则性的 好像同心圆 当然正确来说 是一个椭圆形的 那右边的是 以前我们错误的科学观 是地心说 地球在中间 蓝色的是地球 黄色的太阳 是绕着我们转 然后所有的星球 都绕着我们转 可是后来 伽利略为什么提出 日心说 而否定地心说 就是那时候有望远镜 他去观察 水星 它的轨道 火星的轨道 木星的轨道 他观察起来之后 就发现 所有的行星轨道 就像右边一样 是一个混乱不规则的 怎么可能会 星球是这样转呢 但是如果 我们都是绕着太阳转 我们是同心圆 只不过半径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彼此的关系 相互关系 就会变成像右边 这样子的话 那就很顺了 所以因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 日心说是对的 人生观也是如此 左边的日心说 就好像神本主义 神是中心 每一个人 是为神而活 绕着神而活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即使对基督徒来讲 你也知道 你的老婆 不是为你而活的 你的儿子 不是为你而活的 他都为神而活 那我们彼此的相互关系 就好像行星 都同样绕着地球 太阳转 只不过 我们的距离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 我们相互关系 可能会有变化 但是没有一个人 是为另外一个人而活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观 是左边的日心说 但是右边的地心说 就好比今天所谓的 各种的人本主义的人生观 我在中间 所以连神都要替我服务 这是大部分的明天宗教 是神明是服务业 就好像餐馆服务业 旅馆服务业一样 然后有求必应 有必应以后呢 香火就很盛 如果有求不应了 拆了他的庙嘛 就这样子嘛 所以宗教有很多是 人本主义的宗教 神是替人服务的 只是他收服务费 但是基督教不是 基督教是左边 这种身本主义的 那当然了 即使在台湾来讲 或者任何地方 你做一个普通庙里面的 什么道士 也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知识不够高 不够聪明的话 还不一定做得了 台湾就出现一件事 在屏东 有一个庙 是官帝爷的庙 据说很灵 然后一个妈妈 他的儿子十六岁 吵着要买摩托车 妈妈不放心了 怕他出车祸 就后来熬不够他 还一直说要 好 给他买一部摩托车 台湾流行的 山羊野狼一二五 山羊野狼一二五 是一百二十五cc的那种 然后又怕他出事 所以去官帝爷的庙 特别去烧一个 保平安的一个 红色的一个 好像平安符 挂在他的车把 然后才允许他儿子 开车出去试车 我儿子很高兴 试车 就出去了 他妈妈就亲眼看着他 从家门口开出去 然后到路边要转弯 结果他第一次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在台湾不需要搞驾照的 太快了 当场就撞到 转弯的一个大树 儿子当场就死了 妈妈当时很难过 这个大舅舅 妈妈的大哥就到官帝庙去 大闹一场 什么灵啊 才刚刚烧来了 平安符啊 挂在车把啊 一撞就死掉了 不灵 不要在那边 什么烧香啊 大闹 那个庙室就说 这什么事 他问完以后 那个庙里面的道士就说 你的这个外甥 骑摩托车速度多快啊 我哪知道啊 都死掉了嘛 我问你嘛 他会不会超过15公里啊 一小时 哪那么慢的啦 摩托车 一小时15公里 牛车还是什么车 那道士就说 你知道官帝爷 不骑车的哦 他骑马的哦 他马多快啊 赤兔马 你读三国演义 日行千里 千里啊 一千里 滑里哦 三滑里 一公里哦 再出去24小时 我告诉你啊 你的子儿啊 他摩托车 不超过15公里 一小时 官帝爷保驾 官帝爷就前面骑着马 跟着我走 跑到前面骑 哎 慢一点 砰就撞死了嘛 你要官帝爷保你 你就骑到他后面 那个大舅子都没话讲了 你知道吗 这个庙柱 学问可以不高 不过 这个算数还可以 日行千里 人本主义的 他替人服务 那 保平安 他就要保平安 如果不行 我就 或比三家不吃亏 对不对 庙拜三家不倒霉 这个庙不灵 换一个嘛 就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神明要服务的嘛 我付服务费嘛 服务好就 越捐越多嘛 对 这不是基督教 如果神创造天地 是天地的主宰 没有可能 神替你服务 但我不知道 我们今天有没有来的一些 我知道你们教会在推动 这个幸福小组 如果有些幸福小组 来的人 福音朋友 话先说在前面 如果信了耶稣 会让你发财 会圆你的梦 我说你少做梦了 上帝不会替你圆梦了 你替上帝服务 上帝不替你服务的 搞清楚 他是上帝 你不是上帝 我们的宗教是神本主义的 你是为神而活 神不会为你而活 虽然神有恩典 神有能力 神会保守 但他绝对不是替你服务 替你圆你的梦的 相反的 你要知道你的生命 在他的手中 按着神的旨意而活 你的生命的确更丰盛 但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丰盛 这就是神本主义的人生观 神本主义的宗教观 跟人本主义的人生观 或人本主义的宗教观的不同 然后接下来 保罗又继续介绍 这位神不单是创造了主 生命的主 他也是生命的泉源 他说他从一个血脉 就是一个家族 一个人 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定他们的连线与庄疆界 为了人们寻求神 或者能够在探索中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不远 因为他 我们可以生活 行动生存 正如里面诗人说的 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从一个血脉 造出万族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人类 不管黑的白的黄的 红的 来自一个祖先 可能有些人说 不是吧 我们中国人是北京人生的 东南亚的是印尼人 爪哇生的 然后欧洲可能是 什么尼安德塔人 什么人生的 现在我们科学已经证明 所有人类只有一个父亲 叫做Y染色体亚当 当然这种男人这方面来看 母亲这边 只有一位叫做线粒体的夏娃 也就是说 所有的男人 我们都有一个XY 一个Y染色体 那父亲会留给你一段东西 然后会子子孙孙那一段 一直留下去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一直 男人来讲 可以往上追溯 你的男性的祖宗 那我们假定一个非洲人 我们一个中国人 然后再找一个什么什么 反正各个种族的人 你有没有找到共同的基因 后来发现就是 我们所有的人 有一些共同的基因 所以他称他为 这一个 第一个这个人 他叫做亚当 用圣经上的名字叫亚当 是从男性追踪的 那女人这边有个线粒体 也是一样找到一个来源 所以他们就给他取名 叫夏娃 换句话说 今天的科学 用人类的DNA的基因谱 已经确认 所有的人类 只有一个祖先 就是跟圣下所说的 一个血脉一样 不是多重起源 不是中国人 是从北京人开始的 东南亚的人 是从爪哇人开始的 那欧洲人又是另外一个 No 同一个 当然他们也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看起来 因为他们是这样 因为人类的基因 会随着一代一代一代 都有些突变 所以有些变化 它从变化的 多少可以追溯 大概有多少年 大概有多少代 还是这样算的 平均值了 那推算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好像夏娃比亚当老 你懂意思吗 假如夏娃是五万年前的 然后亚当可能只有两万年 所以两个年代不一样 这是目前科学家一个困惑 不是在同一时间的 那其实从圣经的观点 很容易解释 我们的染色体亚当 不应该叫亚当 他是歪染色体 挪亚 因为洪水之后 只剩一家人 挪亚 三个儿子 都有挪亚的基因 对不对 那我们都从这个下来 所以我们最后的阶约 最后一个是挪亚 不是亚当 亚当的其他儿子 儿子部分都没有了 只剩一个挪亚 但是女的呢 别忘记 传上挪亚一个老婆 三个儿子 三个媳妇 有四个女人 四个女人 都来自于夏娃 对不对 四个人没有血缘关系 四个女人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要女人追溯的话 她一定会追溯到 第一个女人 是夏娃 所以夏娃 比亚当老 从圣经来看 非常合理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只是 那个不是亚当 男的那个是挪亚 女的还真的是夏娃 夏娃比挪亚老 没有错 她找了好几十代 大概应该算起来十代 如果到创世纪的家谱 所以是从一个血脉 造出全世界所有的人 但每个人的生命 是有极限的 我们的生存 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孔子的名言 是为之生 焉之死 所以他不太喜欢 不太愿意花时间 去讨论死后的事情 有鬼吗 死后什么东西 他不太愿意 多谈这个 和不多谈 活着的时候 他觉得比较实际一点 他的人生观 我觉得这也有一个 实用的价值 但是基督徒人生观 可能是倒过来的 为之死 如何生 特别我这次 生了这个病以后 那我是因为在10月底 10月31号那天 我有那个单管阻塞 所以尿变色了 还有一些小小的症状 然后去做CD scan 发现我单管阻塞 后来做另外一个检验 也证实我是有单管阻塞 然后也拿了一些sample 不过那时候sample 看起来没有癌症 后来医生会诊的时候 外科医生建议我做一个 叫做十二指肠 胰腺的一个切除术 英文叫Hippo Procedure 那通常是对付这个胰臟癌的 做那个手术 那个大夫是一个 中国来的医生 他是一个蒙古医生 蒙古大夫 因为他是内蒙古医学院毕业的 真的 只不过手术真的不错 不是你以为的蒙古医生 然后他也在Mayo Clinic 在Minnesota医院 那个医院是全美国 也是全世界开刀 来治疗胰臟癌的 全美国的权威 全美国有一半的开刀 是在那里开的 他在那边做过两年的Fellow 专门研究 就开这个手术 特别是针对胰臟癌的 他建议说 切除 虽然我检验出来的细胞 没有癌症 他说通常胆管阻塞的时候 你拿一个sample在这里 没有癌 并不代表你这整个 差不多四公分五公分都没有 你要怎么全部挖到呢 那只有 你整个切掉你来挖看 果然后来我就12月21号开刀 挖出来以后 在胆管的中间 2.8公分就在中间 有癌细胞 所以我是胆管癌 那那个外科医生 是建议说 你最好开刀 后来我们也同意了 那开刀完以后 我说 第一个坏消息 胆管癌 胆管癌 然后肿瘤科的 就是癌症科的医生 是建议我做一个预防性的化疗 所以预防性就是说 这个癌细胞被割掉了 你看不到癌细胞了 但可能癌细胞 藏在很多地方 正如今天的哈马斯 藏在嘎萨的什么什么地方 你怎么办 所以以色列的办法就是 就跟化疗一样 全部通杀 所以老百姓也死 海贼也死 为什麽要打哈马斯 那化疗就是这样子 你要杀癌细胞 可是好细胞一定陪胀 而且好细胞死得比癌细胞还多 所以肿瘤科医生说 你要不要做化疗 但是效果不是太大 25% 那25%的有效 剩下75%要靠祷告 那为什么不100%靠祷告 后来我们跟癌症科医生 开刀完以后跟他说 我们两个我跟师母 祷告完以后决定 我们吃另外一个药 什么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所以我到现在就没有化疗 从2月 就是1月底 1月21号出院 1月10号出院 我住了21天 12月21到1月10号出院 等等 所以我到现在已经 差不多一年快过去了 我没有化疗 所以恢复得还不错 但是我也上网查了 他跟我说是胆管癌 我no idea 胆管癌是什么样的东西 才发现他跟胰脏癌是并列的 是属于所有癌症中死亡率最高的 5年之内死亡率90% 所以我说我是九死一生 那已经过了快一年了 但是一方面我们相信 就是这边所说的 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 生活动作都在乎他 所以我们相信神 所以我自己并不是那种 盲目的热心 信心说神会让我活到 不会死了等等 那我没有这样想 我的祷告是神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每次向你求三年 因为如果照医学统计的话 5年死亡率90% 平均寿命是三年 我们所知道很多胰脏癌的人 很少活过三年 最近刚过世的纽约的牧师Tim Keller 他是2020年发现胰脏癌 然后今年初过世 大概就两年多 不到两年半 那么北美华神的梁洁琼院长 也是胰脏癌过世的 不到两年 那原因是发现胰脏癌 或胆管癌的人 通常都是在末期 90%是末期发现 所以因此死亡率很高 那我因为只有在那边发现有癌症 但是在周边 不管切除的胆囊这里 或者是接小肠这边 还有胰脏切的那个边线 他说都没有发现癌细胞 所以我的外科医生是说 他们乐观地说 可能你是初期的 初期的可能不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 you never know 癌细胞在哪里 所以我真的是愿意说 依靠神 这是基督族的人生观 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知道我的生命 随时可以结束 所以我要好好的过生活 好好的计划 所以这是我的人生观 未知死 你如何生 不然你就可以醉生梦死 你可以糊里糊涂过日子 反正没事 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人生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保罗最后也引用 斯多亚派哲学家的话说 他说他离我们不远 我们是他的儿女 所以他是用 斯多亚派的哲学家的话 来对斯多亚派的哲学家说的 他没有引用圣经 所以在雅典 保罗很特别的是 他从头到尾没有引用过一节圣经 因为那些人不懂圣经 完全没有犹太基督教的这种背景 但是保罗如果是在犹太人会堂 他一定引用圣经 但是我觉得他就用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来讲说 如果真的这位神是离我们不远的 我们是他的儿女 那为什么你说神不可知 为什么你认为神好像不理人间事情 等等 他用这样的来反驳他们 那最后一段 保罗在提到说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 保罗说 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 向人用巧意 用金银石头雕刻的偶像 因为我们各种的偶像 都是用金银石头雕刻的 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他并不追究 现在他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使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个所说的 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然后来审判 这个说的是谁 是指耶稣 耶稣 当然这一点对于希腊人来讲 希腊人相信有神 是多神 但是也不排除 有柏拉图 苏格拉里所谓的第一因 但是他们不太相信 死里复活 因为对他们来讲 灵性的是高超的 肉体的生命是悲贱 所以死里复活 又回到一个肉体的生命 对他们来讲是匪夷所思的 但这却是基督教信仰当中 一个核心点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是强调 他不是拥有一个 回到一个我们人间的 这种肉体的生命 而是说他胜过死亡的界限 等等等等 那这一点是 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讲 是可能是一个 不太容易让他们理解和接受 但是这一点来讲 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 神创造人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位叫做费尔巴哈 他说过一句话 人是按自己的形象 造出各种的神明 圣经上是说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所以你看这两句话 神按神的形象造出人来 费尔巴哈说 人是按人的形象造出神来 当然如果你是台湾 或者是香港背景的 你大概不知道费尔巴哈是谁 在二三十年前 我跟很多中国大陆来朋友 在谈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有趣的是 中国大陆来的人 除非学音乐 没有人知道巴哈是谁 台湾来的人 人人都知道巴哈 没有人知道费尔巴哈是谁 以为是巴哈 他的first name是费尔 两回事 那中国大陆 为什么人人都知道费尔巴哈 因为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的老师 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所以马克思所有的这种 哲学观跟宗教观 是来自于费尔巴哈 这个德国的哲学家 所以他的姓 叫费尔巴哈 不是他的first name 他的first name是什么 他是路德 路德这个字就是 马丁路德 路德就是路德 路德这个字 是路德的意思 那你说这两句话 对不对呢 费尔巴哈说的不对吗 其实你要注意到 所有民间宗教的神 都是跟费尔巴哈所说的差不多 所有民间宗教的多神论的神 都是用人的形象造的 对不对 都有人的七情六欲 看看我们的西游记 猪八戒就是猪八戒 他是神 可是就是猪八戒那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他完全有人的七情六欲 希腊神话中的故事 也是这些神明都有人的七情六欲 宗教的神 是号称希腊神里面最厉害的一个人 但他不是无所不知 不是无所不能 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 怕老婆 宗教的神 老婆是非常破辣的 他非常怕老婆 所以他不是无所不能 然后有一天 宗教的神话故事这样讲 有一天出了一个收主意 他说 这边很多的漂亮的女神 我们要不要选一个最漂亮的女神 于是世界大战就从此开始 所有的 他神话故事这样写 最漂亮的女神 那每个女神都认为自己最漂亮 那怎么选呢 他说从人间来选代表 不要从神明 从人间选一些裁判 那人间选的谁呢 都是人间的民族英雄 这个谁这个谁 然后要他们来做行程委员 好 比赛规则一宣布 所有的女神用各种的方法 用色诱啊 或者给钱贿赂 就贿赂那些裁判官 然后就引发了 人间的所有的什么战争啊什么 都从这样来的 当然是希腊神话故事 但你发现 你看每个女神都希望说 我是最漂亮的 然后用各种的 所有黑道的 什么白道的 什么道都出来了 他的神明是这样子 都有人的所有的七情六欲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 费尔巴哈说错了吗 没有啊 每个神明都是 人按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 问题指在于 你可以涵盖 所有的宗教的所有的神吗 包括我们所信的 三位一体的神 是用人的形象投射出来的吗 问题在这里 当然我们答案是 No 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 但是创造天地的至高神 不是用人的形象投射出来的 当然神爱自己的形象造人 其实这个观念 在我们古圣先贤 相信有神存在的时候 其中有一点 包括这个 像孟子提到性善 能性本善的时候 他提到的就是说 他觉得人是神所生的 所以人性反映天性 天性无一不是善 所以人性当然是善 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性本善 人是天生的 天是不是善 是啊 那天是善 人就是善了 他就觉得不证致名 还要什么证明 所以换句话说 人性的善是从天来 换句话说 人性是天造出来的 所以神让你自己的形象造人 我们基督教观念也没有错 所以我们并没有否定 孟子所说的 能有是非之心 修物之心等等 这些性善的东西 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是神按照自己形象造人 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种 道德的本能 也是康德所说的 每个人都有道德良知 但是问题是 今天的人 我们所作所为 好像跟这个善 有很大的矛盾 那这个就是 所有的哲学家 包括我们中国人 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寻止所有人性本恶 他是说 你看人的行为 每一个人做的 都是自私自利的 所以就跟水往下流一样 天性 所有的善 都是伪善 伪善是假的 善行是假的吗 不是的 中国造字 伪是人字边加个伪 人伪的 人伪的什么意思 爸爸拿一个筷子 来 伯伯来了 叫伯伯好 不叫 那个筷子 我们中国是比较文明的 不用刀叉的 我们用筷子 常常 一个脑袋 偷吃饭的时候 所以是人逼出来的 父母会逼孩子 做一些我们叫做善的 礼貌 规矩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还有老师逼出来的 还有社会逼出来的 所以荀子说 所有的善 莫非都是伪善 只是他认为 伪的好 善就是善 他希望多一点 所以他用个名词 叫做化性起味 改变你的本性 化性 起引发了味 人为的善 伪善 他赞成多一点伪善 化性 把人那种自私的本性 转变成 与人为善的善 这是寻止的观念 那我们基督教是怎么看的 其实这个当中的落差 就是神按自己的形象 造人 神也把这个道德本性 良知放在人的心里面 可是出了一个问题 当最早的时候 亚当夏娃的犯罪 就是人做了一个选择 用自由意志做个选择 我们拒绝听从神 所以这个就造成 人神之间的一种断绝 这个撒旦诱惑 夏娃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吃的时候 不会死 而且是一定不会死 我们和和本翻译的很客气 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不一定死 其实这四个字完全一样 次序掉一掉 是一定不死 不是不一定死 英文的翻译是 You surely will not die 绝对不会死 You surely will not die 跟不一定死 那口气差很远 然后你吃的时候眼睛没亮 你就自己知道善恶 你说对人的诱惑来讲 我自己知道善恶 那好啊 我行善不行恶 对不对 那撒旦没有说的 其实就是一个暗示 一个诱惑 你不必天天去问上帝 我可以做这个吗 我不可以做那个吗 你自己知道善恶 自己做决定 That's good 对不对 我们都喜欢独立自主啊 我告诉你 我很早就成功了 我很早就做外公了 因为我很早就结婚了 我结婚25岁 我太太22岁半 然后我两个女儿都是22岁半结婚的 所以我很早就成功了 做外公 我小女儿有三个孩子 两个先知 第一个 埃塞亚 以赛亚 第二个 外孙 Nathan 拿单 大卫的先知 第三个 生个孙女儿 我说 Debora 迪波拉 我女儿说 Debora太多了 换一个名字了 换一个Olivia 结果换了盘内 我就少了一个先知 那个拿单 三岁多 他刚刚会走路 刚刚会讲话 最喜欢说一句话 就是 每次跟他说 Nathan Be careful 他就一副 不高兴 Don't tell me 别直手画脚 别跟我啰嗦 Don't tell me 我那人过马路说 Nathan Car is coming 有车子来了 小心一点 他不走了 在路上 Don't tell me 我就拎着后领 过马路 车子要来了 一些妹妹跟你讲吗 拎过去 放下来 Nathan I tell you 第一个不敢看我 头抬起来 Eyball to eyeball How dare you 你好敢 他不会叫公公 他刚会讲话 就咚咚咚咚咚 你跟咚咚说什么 Don't tell me 我现在想 我女儿教他了吗 没有 我女婿会教他 Don't tell me 他刚会讲几个字而已 就开始Don't tell me 亚当教的 撒旦诱惑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 对上帝说 Don't tell me I will do my own way 今天世界的乱局 就是这样来的 那一旦你跟神的关系 这样断掉 我走我的路 于是良知 道德本能还在 你生命的能源 就断掉了 那好像中风一样 脑袋清楚 你手脚不听指唤 你命令送不出去 然后感觉没有了 所以那个罪恶 你不觉得它是罪恶 那你知道是罪不该做 你就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得了 灵性上的中风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观点 这个善恶 为什么这个矛盾出来的 所以你人知不能行 但是没有否认 所以事实上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 基本上都不承认 人有道德良心的 有良知的本能 可是也都没有否认 人做出来了 就不是样子 不是那个样子 搞不清楚 为什么你明明知道道德 可是你做不出来呢 那我觉得 从基督教观点很清楚 那就是你 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 当然 今天差不多讲到这儿了 快结束了 所以神有公义的审判 因为神是爱 神是公义的 这两个本性 不会改变 但是有自相矛盾 为什么 他如果爱人 他愿意饶恕 赦罪 为了公义 他不能饶恕 不能以有罪当无罪 那好了 你要饶恕还是不饶恕 要处罚还是不处罚呢 所以这是为什么 有十字架 基督教的十字架 是这两个的 唯一的 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耶稣替人 上十字架 死 来 偿还这个公义的代价 但用这样的方式 让人得到爱 我们得到爱 是因为有人替我赎罪 所以呢 这个就是十字架 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别 那这是两个的联合行动 不是抵消 不是把这个 这个抵消掉 那 关于这个来讲 赎罪记跟赦罪这个来讲 可能是所有宗教中 基督教最独一无二的 因为跟基督教很相像的 现象上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相信独一真神 相信神是公义的 相信神是慈悲的 但他不说神是爱 慈悲跟爱是不同等级的 很多佛教徒很慈悲 不踩蚂蚁的 可是没有一个佛教徒 会爱蚂蚁 你会拿一只蚂蚁 蚂蚁 蚂蚁 我爱你 你可以爱猫 爱狗 你不会爱蚂蚁的 因为蚂蚁 差距太大了 可是你慈悲 所以穆斯林认为阿拉慈悲 可是阿拉不爱人 你有穆斯林朋友 你试试看就知道 你问他说 你是穆斯林 你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你爱阿拉吗 你觉得阿拉爱你吗 我告诉你 一般而言没有一个穆斯林敢说 我爱阿拉 阿拉爱我 他不把爱这个字放在 他跟阿拉之间 他是非常虔诚 可是他不敢称阿拉 爱我 他也不敢说我爱阿拉 他只是一再地说 他慈悲 我知道他慈悲 你爱他吗 他爱你吗 那个字不能用在我们中间的 这是我们跟伊斯兰教的差别 也因为这个缘故 没有十字架 没有赎罪计 所以穆斯林另外一个特色 没有得救确据 既然他是绝对公义 他不是爱 没有赎罪计 你怎么上天堂 一样 你的同事朋友邻居 有穆斯林 问他另外一个问题 你会上天堂吗 特别是那个很虔诚的 不虔诚 偷吃猪肉 你就不要问了 很虔诚 很虔诚 哇你这么虔诚 一定会上天堂了 告诉你 标准答案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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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body know 没有人知道的 如果你说 我绝对会去 我告诉你 对穆斯林叫做 削毒 How dare you are 因为穆罕默德死的时候 都在哀求阿拉 让他上天堂 他没把握 哪有一个穆斯林敢说 我当然上天堂 我告诉你 格萨乌论 穆罕默德都不然没有把握 你有把握 不可以 所以穆斯林当中 有些人信耶稣的时候 一种怎么讲 非正式的表达方式 穆斯林可以了解 一个穆斯林忽然间说 他确定他会上天堂 八成 他信耶稣了 这是穆斯林当中 有些人信耶稣的 间接表达法 就是他跟穆斯林朋友说 我知道我会去天堂 那有些人已经知道 他跟基督教来往 OK 这个暗示 他信基督教 但通常基督徒 一个穆斯林基督徒信主 他不会跟他的朋友说 我信基督教 因为这样讲的话 穆斯林不能不杀你 古兰经是这样讲 你如果不杀他 亲友到过来被杀 亲友要杀自己的亲人 他如果信基督教叛交的话 如果亲友不动手 全村的人就杀整个家族 就连作法的 所以你讲出来 反而就变成很尴尬 那么间接表达就是 我要上天堂 所以十字架就成为 还有这个基督神的爱 就成为我们跟伊斯兰教的区别 那佛教是自作自受 佛陀不替人赎罪 所以佛教徒也一样 没有赎罪计 没有替代的赎罪计 而我们基督教最特别是这个 当然这个我可能明天 我在谈到人在江湖 提到罪 然后罪的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再多说一点 所以最后的结论 今天所说的是 保罗在雅典的介绍词 就是说第一个 他是创造的神 他不但创造也供应维护 所有包括人类万物的需要 第二个他是生命的根源 他盼望跟人恢复 重建人的关系 然后神的公义跟慈爱 因着十字架 而完全的展现 他两个这个特质 既公义又慈爱 使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 因为我刚刚说过 人之所以能知而不能行 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断绝了 断绝以后 我没有行善的能力 我即使有良知 我做不出来 这一点只有借着这个十字架 才可以恢复 那明天我想我会进一步 从这方面延伸 往下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的回应 那就是西伯来书所说的 没有信心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来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相信他是神 并且相信他会赏赐所有寻求他的人 也是一样 和合本的翻译是 我们必须信有神 可是英文的圣经 不是信有神 英文的圣经 根据希腊文 最好的翻译是 Believe he is 他是 他是什么 其实这个字就是 他是神 或者说 在我们旧约 以 出埃及记 摩西第一次见到耶和华神的时候 他有问神 我怎么向我的同胞介绍你 你是谁 那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说 耶和华说 我是自有永有的 希腊文的圣经翻旧约 希伯来文的时候 希腊文是翻译成 耶和华说 Ego Emi Ego 我 Emi 我是 I I Am 我就是 用I Am 所以因此 我是这句话 在犹太人来看 这只有上帝能说的 我就是 这样这个字 但耶稣喜欢用这个 我是好木人 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我是我是 这种话对犹太人 听起来是有点刺耳的 因为只有神可以这样自称 耶和华 耶稣是一再的说 我是 那这边是用第三人称 他是 必须信 他是 那就是耶和华神的自称的名字 所以因此我翻译成说 必须相信 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他是神 而不只是相信有一位神 如果你有这样的相信 你就会得到神所赏赐给所有愿意来寻求认识祂的人 当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还有包括在荧幕上 这个参加这个布道会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福音朋友 你能够重新的思想去认识这一位天外有天的神 并且愿意回应 接纳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真正来认识 你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 是生命的主宰 我们一切的难题都可以在你那里得到答案 也求主让我们愿意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人生 而不是让你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求主来帮助我们 特别是福音的朋友们 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 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者 你是我们生命的设计师 只有生命在你的手中 我们生命才能够过得丰盛 过得圆满 而且能够更合乎你的心意 求主来帮助我们 愿意有像你这样一个回应 有这样一个信心 相信你就是我们所在寻找的生命的泉源 你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创造天地的主 因此在这个时刻 我给所有的福音朋友 不管是在现场 还有在我们的荧幕上的弟兄姐妹 若是你这个时候 你愿意接受神对你的邀请 你愿意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受他的赏赐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福音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 你愿意向他回应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表示 就是把你的手举起来 向神表达你愿意接纳他成为你生命的主 让他来引导你 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我们当中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吗 不管你在现场 或者你在荧幕上 有吗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是福音朋友 感谢 看见主 请放下 请放下 我看见了 感谢主 还有吗 我也曾经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 在我快进大学 十八岁那一年 我做出一个决定 五十多年下来 我感谢神 神给我这样一份礼物 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 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回到神面前 然后你会经历到 他怎么样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 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 他真的是引导我们 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 明天我可能会多讲一点 但是你愿意相信 他就是那位神 你就会经历到他赏赐 所有那些寻求他的人 还有吗 最后一次 还有哪一位福音朋友 你愿意接纳这位神 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 你自己圣灵的运行 保守我们刚才 在你面前举手绝志的 这位姐妹 还有可能还有别的人 求你的圣灵 进入他们的心中 让他们能够经历到 你的同在 以及你自己怎么样 在他的生命中 来引导带领他们 你是我们生命的全员 我们的生活 动作 存留 一切都在乎你 因此 当我们 把我们的生命 交给你的时候 求主 让他们能够 清清楚楚地 经历到 你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你怎么样带领他们 能够经历各样的困难 胜过各样的难处 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 你的恩典和你的同在 所以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只提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可是参加这个网路 所以 如果你觉知的话是 可能你不会 像我们刚刚一样的情形 那我盼望说 在电视机上 如果你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你可以 像你 你所认识的任何基督徒 表明说 你愿意 接受主成为一个基督徒 让他来帮助你 怎么走向信仰的第一步 那如果你在这里 我们待会会有一些 陪谈人员会跟你谈一下 这个第一步要怎么走 然后等等 我们也愿意跟你一起来 同走这条信仰的天路 我把时间交易给你